副總統這次對中共的 東極的這種回應 算是他將來以來 尚改共和的一次 所以他也頂到 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報到什麼 這也是台灣人 渴望已久的 一個事情 因為台灣人希望 台灣總統 台灣國家領導人 應該要有較強烈的一個表現 尤其是已經讓中國霸凌 欺壓有夠久的台灣 不過雖然是這樣 我是要說一個重點 副總統這次強硬回應 這個習近平的談話 經濟來看本質上來說 是在捍衛他的維持現狀的 基本政策主張而已 那麼無論如何 臺灣內部或是 維護中間 有關臺灣監督問題的 政理或是角力 不會就這樣平息下去 那麼 就像臺灣民意基金 會十二個全國性民調的發言 臺灣人在臺灣監督問題的 選擇領民多數人 多數人支持未來 臺灣要獨立 基礎是維持現狀 最好是隆法統一 這是三個現象 很清楚 雖然目前選擇臺灣獨立的人 還不會過半數 不過臺灣獨立是多數人 追求的目標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